我想請問,在大學的時候 你沒有擔任過各種的幹部 或是積極開一些各種的活動 然後對你之後在工作上 抵押上面有沒有什麼幫助 這兩個答案都是 是的,我參加了很多 第二個,也是是的,有很大的幫助 怎麼說呢 因為我念大學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計劃 每一年都參加不同的活動 來彌補課堂上的不足 比如說我大一的時候 我們原來建宗的校友們 去組成了小小的讀書會 我們希望能加強自己的語文 包括英文跟中文 我們自己選讀了許多大一、國文、英文 沒有選的一些比較深的材料 我們自己念,自己交換、自己討論 那我也開始參加演說跟辯論的訓練 然後大二以後你就開始參加國際的活動 我參加舊國團主辦的國際術研修會 然後學習各種英語的演說 辯論以及國際關係 然後大三的時候呢 我就考上了美國國務院 邀請亞太學生領袖訪美的計劃 到美國去了差不多將近三個月 那時候各位都知道出國很難 尤其是易難更難 但是有這樣的機會呢 教育部也很易 所以這些都是讓我有很多學習的機會 後來到了大四的時候呢 我還是參加了一些國際性的活動 讓我們自己更有機會 會跟廣泛的跟各國的年輕人接觸 比較早就能夠形成 比較有包容性的國際觀 所以我一向覺得 在大學參加國外活動 是上大學很重要一部分 這也就是說 我應該不得了 我們再來 我們來看看